如果有爪套那些,就像這個那樣 要怎樣呢?就拿得更薄了 這個 拿得更薄 越薄越好 抱歉,太寒了 真是很牽打的 因為這一台人也不住 如果一邊撕薄,它會不會大鵰肉丟進去 哦,對 是 如果你拿起了,它就會丟進去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明白嗎? OK 送給你的觀眾 送不送好呢? 媽媽OK的 是啊,到你了 好,歡迎收看主大哥仔 之前拍了一條夾公仔 結果,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看完你們的留言之後 那現在,我真的找到細B 我也看了一條影片 那我看完之後真的笑我 我立即發訊息 問他,照不敬 夾公仔呢 我都算夾了很少時間 但是我也很醉心 你的影片不是說 你平時約的朋友 全部都給夾公仔 是嗎? 是嗎? 對啊 因為我真的喜歡 我是夾的 我現在是不回家打機 所以我夾的事 我想今天和你做個詳細教學 也有些想和各位觀眾說 因為我看留言 就是說什麼東張西望 什麼什麼 爪斜不可以夾 那那些其實是怎樣的 我今天告訴大家 這個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但是有東西去克服的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 就是最主要教你 還告訴大家 壓人不是這種壓人 因為其實那些爪 要怎麼擺放 會變成怎樣 我自己完全不知道 我看到有些爪不是垂直的 裡面有某些機器 那一會兒進去 那你先示範一下 或者 好啊 我們進去 這次應該不會跟錯師傅 來啊 等一下 這部機器是你的 真的嗎? 那為什麼你不選這部 那我不需要去交學費 嗯 今天培張 OK 地生不是宣傳的 是他找我 剛好我用的機器很近 因為這裡太紫 那不說到哪裡了 大家自己去看看 這個就是手斜 大家可以試給大家看 這個公仔 有爪套 就一定可以拿起 這些叫爪套 OK 但我這部機器 為什麼有兩隻爪套 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我三隻爪套 都可以拿起 就很容易出的了 如果比較好 是過到去 一下爪 拿起去 就帶個洞口 這盤生意 對嗎? 是 但是我最想的 但是台式機器的玩法 其實真的 所有東西 下到去 上到頂 是一定會放的 原因是什麼 是要用技術去出貨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會覺得好玩 沉迷玩 其實就是因為 每一部機器的設定 都會不同 其實你就是跟台主 在鬥志鬥力 為什麼要破解它的機器呢? 大陸機的就是 直接直接來 靠隨機保鏡 隨機保鏡是什麼意思呢? 隨機有一刻很大力 的實不放的 就放下去了 這是大陸機的玩法 這種是叫台式的玩法 那天你們玩的時候 你們打了某間的東西 有兩種原因你們夾不到的 第一 你們真的不懂技術 第二就是他們的台太空了 太空的意思是 這個叫正窗位 嘩 這麼空水 這個叫側窗 OK 因為正窗位 正窗位 所以這個地方是最容易夾到的 但是你們想起 當天你夾到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正窗側窗都沒有 對 這個邊是有東西的 對 但是就這樣說 你未必會分到市面上 什麼機打到 什麼機打不到 所以今天要教你的 就是普通的技術 去令到 起碼 你要有個概念 現在要懂得選擇 對 不要放太多阿財在這裡 阿財那部機 去打算 可以嗎? 你怎麼看? 不要拍他 每個人都說拍他 幫他賣廣告 不是的 剛好就在這裡 這兩部機好像不是很朋友 右邊有白癡仔 右邊有暗狗 左邊有暗狗冠軍 哈哈 先黏一下 大家說他這個 爪斜 嗯 夾不到 其實是否真的夾不到呢 是有技巧的 脫爪嘛 已經是第一個機會了 差點了 爪斜 他一定打他 我現在就用最短的次數示範 好 好 打下去 因為呢 打裸是比較難度的 但是要翻 我們術語叫翻 什麼叫翻 翻滾 翻滾 哦 OK 一撈 這樣呢 三隻爪拿完 他就做不到翻的效果 因為鍵實了 就會打下去 所以我要做的就是 兩隻爪扣到這裡 然後這個爪扣不到的 那他就會做到一個翻的動作 就會變成動口 當然啦 那不是經常可以 但是 你跟他鬥就是鬥這件事而已 你看到我下的時候 我不是包到大 我是薄一點 什麼叫薄一點 那我拿得少的時候 他有機會鬆脫 就會滲出動口 這個就是台式機器的其中一個技巧 很重要的 這個東西 除了你懂得閉嘴 哇 爹 看到嗎? 我整個過程沒有剪掉 不是,或者抓斜 你就夾不到 是真的要用技術去做的 What the 那今天要教你就是這種技術 準備好嗎? OK 喂,你教我夾盒 我夾弓 不是,我用盒來做一個講解 那你夾弓仔的原因是一樣的 好 最重要的 是移收 按一下 按一下 夾 夾 夾 你拿了5元來跟大家示範 當然只是這件事不夠 你要做甩爪的動作 其實我真的不太明白 它的爪 下到這個位置 其實夾的時候就已經停了 那你之前拚的那些是有什麼用呢? 正常的夾弓仔如果是直上去 我這樣上去 它都是原地下去 嗯 但是我們夾弓仔有什麼用呢? 我們夾的原因就是 我們夾的位置是在這個位置 嗯 這個位置,你看下去 它根本就跟貨品有距離 是 我一直夾 將爪 夾到我們這邊 再夾過去 就變成不是原地下去 就扯它出來 再扯它出來 OK,我明白了 那就是說 你要做的事情 是要把爪拋出去 對 讓它收過一下 是打斜的 這樣收上去 一個物理學 物理學就是 當我叫你易收 要收得準 你拿起的時候 特別是有重量的 是 那如果我拿這個位置 它的重量就聚在這邊 你射回去的時候 它就有機會向這邊 哦 你拿起的時候 我拿起 哇 哈哈 教完你就是這樣 因為我以前一直以為 那些人夾前 是為發洩的 發洩 我教人 我首先就是 當這個搖剛 是一個 中標 12點 1點 2點 3點 4點 最基本就是 會教你12點 6點 兩邊是這樣 因為它受你前後的指令 有前有後 你繼續繼續 有前有後 這個動作 好奇怪 有前有後 手勢純熟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搖剛動作 如果你捏了的話 你會好像 筋筋一樣 但我教了一個最簡單的 風仔現代的術語 叫做 蹦脫 對 意思是什麼呢 我去到這邊 我向前 立刻收後 一按前 立刻拉後 拉後 拉緊 再下 它就會有輕微的脫光 剛剛我說 風阻脫的叫做多段 什麼叫多段呢 就是把蹦脫 不斷重複做 不是說報告機都用到 第一 可能它的防脫片 鎖得很緊 大家看到斜爪 不要夾 我跟你說這塊叫防脫片 下爪的時候 落 收 然後撞 撞到這個 變成傾斜 已經在裡面扔 就會有更長的效果 但其實不一定是這樣的 要脫鬆它 你看到這樣 會越脫鬆的 然後你看到和開波 距離已經差了很遠 所以會搖鬆一點嗎 那它大約三幅會很緊 你再想辦法撞鬆它 有些高一點的就是 你當我剛剛說中 我剛剛教你12.6 你試試把它變成11.5 11.5的拉 好 不如你就會看到更大的一幅 當然不要包緊 你包緊就一定丟 好 來吧 這個 就這個 11.5 好 好 剛剛脫褲你做到 但二收不準 你脫得慢 也有脫褲 你看見你也會脫 你也會有 對呀 你繼續吧 你可以快一點試試 對啦 這個速度 沒有了脫褲 最後那刻 收那刻要拉緊 對呀 對呀 但你因為二收不準 沒準 你大約約... 約它半個龜頭 哇...龜頭的龜有大小 咦,這隻爪很漂亮 很漂亮啊 對了,是這個 concept 看到嗎? 我明白 是不是這樣? 對了,對了 準備,1,2,3 對了,對了,差點 差點,差點 前後,有甩到 學到沒有? 學到一夜 對了,這個就是... 即是公仔也是這樣的原理? 對,公仔也是這樣的原理 那,先弄個頭 你這樣說完很難不得的 在夾公仔界來說 公仔的困難全角是1分 1-2,3分 是 Figure是3-4,5分 是 剛剛我那些藍貫谷旗的海老 或者盒裝那些 很重的鐵鑼,一罐罐那些 那些是10分 初學者通常會夾公仔 接著就會晉止到Figure 然後就最適合入海老 這個是公仔修煉路 對,你當是這樣 接著我們就去挑戰別人的公仔 好 待會可以挑大肥肌 你一定認過的 好耶,單走 你不要跟他打的時候 突然做不出來 哦,那是 通常這些時候是出事的 這些去到認真的時候 我們就會脫掉的 通常我們打任何機 會頭2-5元去問我 試一下抓力行不行 那第二件事 試的就是試脫 試一下脫掉 基本上你看到它沒有空位 但是呢,它也有些脫掉的 等等 嗯 那試... 也有些脫掉的 對,看到那個Figure 嘩 我想夾路飛啊 不是啊 有點意外的 不好意思,我沒想過這麼容易打 對不起 原來是送錢的 這個 Gramram 前後 對 因為沒有抓套 你不能夠薄撕的 哦 有扣點 前後 拉 每部機不同 咦,你夾了第二隻 有些機勢力就行 有些機大力才行 有些機勢力就行 有些機勢力就行 那你撻子不對 對 這個拍子對 但不是向路飛 你扣到它,它就浮了這隻 雖然你是打路飛 但你打這隻 咦 對了,拿到 那我... 譬如它現在的洞口在這裡 我是不是應該改做1-7呢 對,沒錯 對 嘩,你很聰明 這個 你剛剛那種呢 叫逆退 不過你腐鹿做了出來 厲害 咦,中了 對了 接著 拿 你先把東西拿出來 其實直上一隻,等一口出來都可以 好 即是呢 它在這麼悶的情況下 如果它拿呢 我就這樣左右一點 頂你嗎? 小一點 完了 我單手就剛剛還要 即是 你的概念尚未夠 但如果你的概念尚未夠 你就可以夾到很多 因為這些在我們的難度來說 是得1分 但是 你今天拖我來說算不錯 好嗎 是好玩的 我明白 為什麼你會索夾 看你們的留言 真的叫一叫細B來教 想不到他大教 但是大教完之後 我大小學到量的 1 原來真的跟技術一樣 2 就是 原來我可以不用用老闆班出去學 是啊 你還要跟我說 我怎麼知道你呢 很中立的說句 市面上真的有很多機器是很客心的 那或者你總括一下 在問路的時候 最主要是問什麼 第一 浮不浮 浮的意思是 舊東西可不可以抓它 拿起頂 有些我們稱呼做摩摩爪 就是它的爪下去 好像幫人扯 那基本上摩摩 收皮 就不要夾 OK 當然 沒有爪套那些 你可能要試多幾下 因為沒有爪套那些 是要有扣點的 扣中那些支點才能浮到 你下去的時候 整個包子都包不住 那些就不要打 市面上是真的有的 我很確定有的 這些就不要夾了 第二 大家不要在沒有技術的情況下 去挑戰一些很難打的機器 就等於你去荃灣打的時候 那些技術是很難打的 有些人說那些爪很斜 很難夾它 即是每一夾就扔去那些 其實扔去不是騙人扔去 是很基本的 但有些呢 是調到它的爪很大力 大力到根本就不會脫到 一定拼進去的 對 夾實了 例如我這樣 我三個爪 我這樣夾到這裡 這樣一點點 正常就一定會脫的 這個情況是有衝擊的 理常是應該會脫的 但它這樣也不脫 一夾吃下去 你就可以不用再夾了 再想糾正一點的 就是每部機器都一定有它的弱點 找到它的弱點 就可以做到脫爪大 那種情況 你要找到這個位置 但這些就是很詳細的教學 就是有些好心的 那你就不如教到這樣 OKOK 即是你想學可以教你 但我不看幾乎是想看 會小一點是拋書包 我明白 最後要跟大家說 那首先夾公仔 你們真的進去試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看一部機 是不合理的 因為始終台主 都會有一些台主 設定很難很難很難 但到底它是難還是難 難到那些不可能攻破的難 若然真的想試 問完路之後 自己有個底之後才可以做 還有大家記得要量力而為 因為我就這樣和大肥花生去試 這樣就沒有了六個水 夾公仔是為開心的 你有多少金錢 你可以花費多少在門櫥上面 你自己有壓力 就不要超過那個錢 就是你夾得 你就好玩 對 對 心甘情願 你覺得它是騙人 你不用中傷它 你就走了 你還是給它賺10元 但是它這樣長期的情況 它不會賺到錢 真正賺到錢的台主 是它可以夾到出貨 大家玩得開心 你捉到好玩的要決是什麼 你就自然賺得越多 這次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最後這個公仔 到底是否給大家好呢 大家試一下留言 因為我挺喜歡橋花的 大家試一下留言 告訴我為什麼你會想要這個橋花 如果你想要的話 殺我的橋花 對 對 殺花 記得訂閱我們 如果你覺得這條片有用 就分享出去 逢星期一、星期四出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離身不是廣告 拜拜 拜拜